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你来干什么 依依在吗 她不在 我要见她 让我进去 你这人怎么这样 她不需要你 她不想见你 依依 这人怎么这样 依依 她不需要你 依依 宋队 让她进来 有什么 依依 我来是想告诉你 说什么 说不出口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这好像不太像你了 依依 我想告诉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大笑在身 不要跟我说这些 可我必须告诉你 你拿什么来啊依依 她爸爸是不是你害死了 还没弄清楚呢 说啊 再说一句 再说一句 你怎么说 放开你 放开他 放开你 对不起 依依 你走吧 可你这样我不放心啊 你放心 我父亲死后 我会变得很坚强 不要拿我当一只相貌 我父亲的死 不仅有死仇 还有过失 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 我不想再见你 依依 小心我立志 我们会有再见面那天吗 那好 偷偷不休背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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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不休背 偷偷不休背 偷偷太扔了 特贺 偷偷偷不休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方看 你看这个女孩子多么可怜 是啊 老爷 我要好好地照顾她 有一天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是那么善心地去对待一个 殉职殉谱的姑女 我想 大家对我的态度会有所改观 难得老爷这么费心呢 杀人 你有权杀人 苏尼亚把手一拍 她烦躁地叫道 不要打动我的话 我想向你证明的只有一点 你是是魔鬼托我下水的 我不想走这条路 我跟大家一样 不过是一只狮子 不过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了 这是一个人 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 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命 从一个世界 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完了 完了 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夫 拉斯克里尼克夫 对对对 她后来得到什么惩罚了吗 这已经不是关键 关键是 她告别了那种又痛苦又可怕的感觉 她在妓女的感召下去自首 她获得了新生 如果你要是那个什么什么夫 拉斯克里尼克夫 对 你会去自首吗 当然会 自首啊 自首有什么用啊 这个世界 不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同样的事吗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享受 就是受罪 所以要抓住一切的权利 发财致富 发财真的那么重要吗 是啊 是啊 我现在也越来越搞不清楚了 哎呀 千万别害怕 有我的 放开我 您姐 你背着我干的什么事呢 还有什么话说 没事 你也行 你别误会好不好 我跟阿英什么都没干 一男一女 每三天见一次面 还能说什么也没干过 真的什么都没干 我跟阿英 我跟阿英见面 就是念念书 聊聊天 哎 你拿五年想当傻子了 你沈林文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小说家还是大师人呢 你屁大的字不认识一份匡 还 还 还念念书 呸 不是我念书 是他念给我听 你是什么德行啊 你这种人见了女人 还不就是想 想乐一下子 一下也没乐 你快给我住嘴 要杀就杀 说什么废话 阿英啊 就这么个窝囊废 你居然爱上了 我没爱上谁 我要让他当狗爬出去 他两秒钟都用不了 你 我的命是你给我的 多活了这几年 算是我赚了 你要怎样就怎样 你以为我舍不得打你啊 没这个意思 你也想 你这个懦夫 你怎么打女人啊 有本事你冲我来 咱们单挑 你也想 你别乱吃醋了好不好 你这少说几句 你也想 就算我求你好不好 你放过阿英 我跟阿英交往 都是我逼她的 阿英 别怪我无情 我问你一句 你要是答得让我满意 放你们走 要是说得含糊 黄埔江里的余政等着你呢 你说 你为什么跟她好 她是我见过的所有臭男人里 还知道自己臭的一个 就这样 好一对臭男女 哈哈哈哈 臭男人 这一碗毛坑里的水 你要一口气喝光 我就让你开溜 来 喝呀 那就喝呗 这算什么呀 好 好好好一个臭男人 哈哈哈哈 这是乔刚坠流现场石道的镇 本来是应该封存的 但是我想 他对乔刚的备态 将是一个重要的现场 老姚为侦破此案 以身殉职 我想这个线索 也可能还老姚一个公道 慢 等我离开办公室在哪 我并没有歇密 不过是你自己掏的罢了 明白吗 再见了 姨哥 那你以后 没那么多学语了 你不寂寞吗 不寂寞 你不就是我的姻哥吗 你怎么少了一瓶友 啊 不知道 改天地和这一刻吧 好 我得走了 你可不可以不带回公室 你管我 是沈列文先生吗 你们干什么 你认识这颗扣子吗 干什么 带走 带走 来 来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啊 扣扣什么时候丢的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不记得这是你的吗 这么普通的扣子 到处都可以见到 如果他攥在一个从高处掉下来 死了的人手里 那就不普通了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八月六号晚上十一时 你在哪儿 我记不住我在哪儿了 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好好想想 我真的记不住我在哪儿了 白晨 你饶了我吧 行吗 好歹 你也是列治的朋友啊 我是白晨探长 好 白探长 你饶了我吧 行吗 饶不饶你 不是我说了算 谁说了算 法律说了算 乔刚 乔刚先生的灵魂说了算 我 我想不起来了 我什么都没干 你饶了我好不好 你好好想想 八月六号晚上 到底怎么过的 来 白晨 我哥他怎么样 你放心 我会好好待他 他认了没有 没有 如果认的话 是不是最会轻点 只有法官才知道 白晨 你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吗 我要是有 能不告诉你吗 让我见见他 那我就破格通融你 你只要三分钟 谢谢 走 谢谢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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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他们只给了我三分钟 老板怎么说 他就联络宣布房了 好 太好了 哥 这个事儿 只要老板一出手 肯定摆平了 哥 如果这辈子俺说一真心的话 你告诉我 乔杠生是谁杀的 我 不 我 我没杀乔杠了吗 真的 连你都不相信我 好 好 你走吧 我不想见到你 哥 我看 我看 他们给你三分钟 实在太多了 哥 走 走 天凉了 都穿着 时间大了 走 走 立志 哥 三分钟我多久 我现在知道 马龙先生 这件事我就拜托二位了 赵老板也是法租界的名人 照说闲话一句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只是 沈略文是杀人嫌疑犯 新闻界早已大肆宣扬 这不好保释啊 这中途 若有什么差错 我如何担待 我把房企 公司债券 还有公司业权 全部押上 这总算可以了吧 这个 回来吧 赵先生 请你发表一些意见 有什么好书的呀 轻者自轻 活者自除 那您相信谁呢 为什么要乔公庆祖吧 请大家相信 法院会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请您想让您的意见好吗 十六位先生 你对于师的女朋友 怎么能凭一个扭扣就定罪呢 如果扭扣有罪的话 就让扭扣去上吊吧 十六位先生 十六位先生 张大姐姐说一下 张大姐姐说一下 张大姐说了 来来来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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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谢谢老板救命之恩 哎呀脸门 起来起来起来 老板 我还以为这次回不来了呢 你帮我做事 我怎么能不救你呢 这件事完了没有 还要不要再上法庭了 还没完 老板 你可一定要救我 列文啊 你放心 天大的事 我包着 我们沈家 怎么会出这样的畜生 早知如此 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他 人家应该让他饿死 赶紧 赵氏双保了他 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我就不见 他姓赵的能双手射铁 新闻界不会放过这机会的 口诛笔伐 赵氏双熬熬不了多久 赵氏双只不过是在利用他 到了生死关头 那还不是丢居宝帅 违京之计 只有全哥自首了 对一一来说 也算有个交代 他能听你的 总比你去说要好吧 李芝啊 你就听干爹一句吧 你救不了他列文 那他活该啊 你就别拽着他往死里走了 左卫弟弟 你 你已经尽责了 什么时候该尽 什么时候该退 我心里很清楚 哥本来就是好人 每天这样受良心责备 他撑不了多久的 赵氏双熬 你也要当心哪 我就是怕他老谋身算 可违京之计 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哥 收手 阿姨 收手 阿姨 收手 你干什么 别动 快干什么你 让你先走吧 我 走啊 你后脸 依依 违京之计 回答我 这是真的吗 依依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就是说 你早知道了 不 我不知道 我还能相信你吗 求你相信我 你选择和宽恕 你选择哪一个 宽恕 求你宽恕 你选择正好和我相反 依依 不要 休手 你们一家都要休手 依依 救命 救命 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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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段哥 我做了一个噩梦 没事 啊 段哥在这儿 没事 我梦见 我在火里边 李子他没有救我 他没有 没事 妈 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尝尝尝尝尝我做的 这个辣子肉丁啊 吃吧 谢谢伯母 你自己吃 灵亮多吃点 我妈做菜可是世界一流 妈 回来帮你 回来了 嗯 哎 这个姚灵啊 这个小姐 还真是聪明过人 真的没得说 我也特别喜欢她 可是啊 白晨啊 你可得要想想看呢 我听说这个盲人生的子女 有的也是盲人啊 你要娶她做媳妇 这个事情你可得想想清楚啊 妈 我给你拿块麻布 给 灵灵 小心 灵灵 你要干嘛 我想上厕所 好 跟我来 来 小心 喜欢我吗 怎样不喜欢 她是个大好门 但以后你就常来 把这儿当成自己家 哦 这儿到了 左边是后门 右边是回前楼的通道 嗯 你别厚着 哦 你快走啊 哦 我听说这个盲人生的子女 有的也是盲人啊 你要娶她做媳妇 这个事情你可得要想想清楚啊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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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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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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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